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14集 答应到爷爷的刮钱,我已经做好了 就等他慢慢的接刮了,现在也该收拾一下去找缘故宝石了 需要多少呢,我算算哈 地心门10个,地狱里的地心门我肯定是要重置的,也需要10个 地表的刷块塔要8个 嗯,我还要把它复制到地心和蒙眼星 也就是说,三个刷块塔要24个 还有打三种要20个 一共要 64个,哎呀,刚好一组啊 不对不对,还有一些东西也要用到啊 比如做火箭要用到的转轴方块,也要远古宝石啊 那至少要准备70颗 哎,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现在是第13天的早上,出发 这一次我先找多少颗呢 嗯,两个地心门,一个地表刷块塔 28颗,对,28颗就够了 别给我浪费地心之眼呢哦,很珍贵的哦 哈哈哈哈 哎,这里有一颗啊,是真的不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呀呀呀呀呀 哎呀,就一个箱子呀 好吧,两个远古宝石,还行 上去 把它填一下,省得下次经过的时候不小心掉坑里 哈哈哈哈 这沙漠这么大,我觉得技能应该不是那么难找吧 哎,没有吗 有魔有啊 真的是有 野人年兽地牢 两个宝箱可以 三个远古宝石 不错不错 这样的技能 给我多来几个 哈哈哈 照样把它填上 两个了 两个地牢 五个远古宝石 还不错哈 咱们继续找 找快点 第三个野人地牢 两个宝箱 一般三个远古宝石 对 这是第四个了 呀呀呀 他疯了 上面就盖了一层薄薄的沙呀 哈哈 你看 这个野人猎手被活埋了 来 给你拍个照 还有一个箱子呢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箱子 哎呀就在这里 又是三个的 我觉得运气好好啊 这是第五个 野人地牢 好黑呀 因为这个是在海底下 看一下啊 这有一个箱子 一个远古宝石 我现在已经有十二个 远古宝石了 而且我的背包也满了 这些东西吧 拿着好像也没什么用处 不了吧 又觉得可惜 你看 这又给我开出一朵花来了 我想了想 还是回来一趟家 把这些东西放好 然后又把火箭背包给修了修 从家里出来 一个技能都没找到 天就黑了 哎 哎呀 你居然卖脚油 这太好了 省了我多少功夫呀 要是再卖点龟石 那我都不着急见你新门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哎 这个往海里去了 再放一个 有还是摩有啊 你跑这么快 哎 没有 算了 天黑了 该睡觉了 明天就接着找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 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